夏威夷8号爆发的野火灾情 超过一周 重灾区拉海纳野火 目前控制85% 救难队仍在搜索失踪民众 桌长表示截至15号统计 已有99人罹难 目前已搜查约32%的地区 周末可达到85%到90% 届时罹难人数恐持续上升 甚至在未来10天内翻倍 一群居民设立了一站式救援区 提供灾民水 食物 卫生和医疗产品 心理健康援助等 我们最初的需要是水 水系统在那时停止 所以我们集中了一群水 汁 酥酱 我们有新鲜菇 从海岸上的新鲜菇 即使火势已经消退 当局警告火焰烧出有毒烟雾 毒性物质可能仍然存在 包括饮用水 有灾民说 它只能从马桶水箱取水 跟大家一样展开 重建复原的漫漫长路 尽管联邦政府已出动机队载运物资前往灾区 但夏威夷州长表示 在未来至少九个月内 成千上万的灾民无家可归 州长同时也宣布 共四百五十个饭店房间 和一千间Airbnb 很快就能提供支援 大海新闻武贵珍编译